是视频,咱们视频正常更新的日期 今天下午,出门来的朋友 各有各的特点 开场的这个呢,是一个中二胆脂瘤手术以后 这个即便他自己做了手术 他也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 像说家里人,家里的这个孩子 说是要看视频 听这个患者本人说什么胆脂瘤 还以为是外道胆脂瘤 实际上是一个中胆胆脂瘤 这个外道的后尚 也就是上古室的外彩币 当时做了一个切开的手术 把这个位置切开 这个人的挺补有一部分的缺失 清理完以后,我当时拍了一个中版的CT 中版的CT 看见这个里边除了单脂瘤清理的还可以啊 单脂瘤清理的基本上已经干净了 当然每种不足的是这个缺损没有修复 如果说叔叔把这个缺损当时修复好 然后把挺骨再重新 挺骨重建 可能就更加完美一些 当然这个现在这个状态 对于他本人来讲已经足够了 数项的一个干燥啊 数项的一个干燥 但另外一次耳朵 听力基本上是正常 实际上生活影响也不大 就不再去刻意的 在为了追求完美而去再做第二次手术了 这个区域是手术解除的 这个不是我干玩到单脂瘤 完全是两回事儿 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病例呢 也是一个单脂瘤手术以后来复查的 但是他内侧没什么 数项还是比较清洁 但是在另外一次耳朵 另外一次耳朵有一些叮叮块 这个东西本身不大 之所以给大家拿出来发呢 是因为在清理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其他比较少见的一个发现啊 您清理到这儿还没有太注意啊 因为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叮叮叮色 在屏幕的签子的这个下方啊 看见一个很亮的反光点 这个反光点当时在操作的时候啊 就觉得特别眼熟 后来因为之前曾经做过一例 鼓膜窗孔 这个鼓膜窗孔的原因是 那些这个电焊的电 就是这个火光嘛 那个建出来的那种 有点像火花的那个东西啊 里面会有一些液态的一些金属啊 高温下的液态那种金属 非常小 我第一次刚开始都没注意啊 现在大家应该看见了吧 哈哈哈哈 在这个玩意到的前下 这个就现在星期头 这个靠近的这个下方啊 一个很亮的一个小反光点啊 这个东西非常小 就这个玩意儿啊 非常小 我这个星期是一毫米多一点的 这个东西应该是在 哎 洗走了 后来等清理完了 我问他 我说你做什么工作 他说是平常无弄啊 我还有一点不死心 我就多家里一句 我说你接触过电焊吗 他说有啊 说这个家里这个农机具啊 有时候坏了 自己经常自己又喊一喊 哈哈 我说你这个运气还不错啊 这个电焊的这个 这个火花这个东西啊 如果再往里一点 可能就会把你的骨膜躺穿了 这好之前遇到过 因为这个造成骨膜 穿骨于那个病例 在手术当中 就碰到了这个碗 很圆啊 非常圆滑 高温下这个 这个金属融化以后啊 飞溅出来的这种 也是挺存啊 因为我们这个玩意儿道不是直的 玩意儿道是一个 S型的弯曲 从这个玩意儿道口 直接崩到骨膜上 这个也是 也是 不是他啊 我说的是之前的那个病例 这个能碰到这个 他这个人运气稍微好一点 点开这个火花 这是一个真菌的干片 这个就很常见了 这个咱们的常规操作 也是从外帝过 从天津过 折腾了好几件儿了 嗯 之前有个朋友 我听着问过 好像也是同行 问这个没有明显菌丝的 为什么考虑是真菌啊 因为这种兵力见得多 有一些确实是有明显的菌丝 这个已经是可以看到 黄色的这个干架的里边儿 内侧 有这个白色的真菌的群丝 有一些未必有 你去诊断真菌 还有一些真菌 就是这些粘块儿 看上去跟龙似的 所以这个真菌的形态啊 是多种多样 刚才想用小钳子 直接把那玩儿抓出来啊 还有点疼 怎么还是 温柔一点啊 挑开吧 把这干瓢一点点挑开 挑出来啊 挑出来 这个清理完了 这个清理完了以后 还是要上这个抗症菌的药的 所以感觉有点像手指在里边儿 摇拨一样 跟那个弹琴的这种感觉 有一点点香 要把这个勾针的操作啊 拧拧到自己的指尖呢 因为它这个里头是要要掌握好 结束的勾针 把这个皮肤勾破 因为我那个是太容易了 加厨这种小干片啊 那上周提到的那个有一个玩儿到丹之流啊 玩儿到当时有两粒玩儿到丹之流 当时有一粒 所以当时就清理了 上周四 薛子胡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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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粒呢 今天来 今天来 收出院 准备全马弄 我觉得那个玩儿到比较窄 那个人 对于这个疼疼 实在是受不了 去找马嘴处理 明天 明天就被全马处理啊 工果上有这种干片啊 这种行李完了以后啊 使用这个打着看着你的药啊 这个是咱们很常 看藏规的操作呢 好 把工果 清理出来 这个有点疼哈 这个 原浅贴在这个工果表面的这种操作啊 这个还是成年人 然后把这个高搭进去 这是今天咱们前期啊 一个中二单流手术以后的清理啊 一个 叮叮将这个电汗的花啊 另外一个是咱们传统的干片啊 这花的干片 是 看花儿标好啊 好今天的视频 咱们就到这里 那个单子柳手术看当时的情况 把玩耳道单子柳那个明天操作 看来吧 不是特别学心 剪辑一下 就是 鼓励可能还是学比较多啊 那个半道 比这个可要整 只有这个的不到一半啊 好 我们下一次周四再见 稳子 还有 一些些迹 Offi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